東京奧運聖火傳遞 在福島縣一個運動場展開 去年3月 由希臘帶到日本的聖火 由女星石員李美 以及殘奧射擊損手田口雅希點燃 第一棒火巨手 由2011年 對得世界杯的日本女子足球代表隊 十幾個成員和教練擔任 從運動場館起步 以福島縣作為聖火傳遞的起點 這裏是東北地震復興的象徵 聖火傳遞在核災難 被指定為禁區的所有城鎮 當地高中身居民 都有份高具這支設計成五反鷹花 象徵著希望之路的火具 沿途有民眾見證聖火傳遞 但由於疫情關係 不容許太多人聚集 這裏是十年前原發事故 有遇到原發事故 這裏是十年前的事故 也有遇到前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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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年代 最後是東京奧運輸 這裏是在這裡 我感動了 聖火將會逃經日本全國各地 歷時一百二十一日 超過一萬名火具手參與 直至到奧運在7月23日開幕 有線電視記者 徐三報導 也有遇到